我先問一下老師 請問您平常上課的時候 您的教材最多的類似是哪一個 您的教材大概應該就是 OBIS系列最多吧 對不對 以前老師有沒有 就是 沒有我們前一部教育部主題叫做 教材數位化過 老師有沒有數位化過 都有啊 大部分的教材現在老師都是數位化過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就不在談數位化了 談了這種 怎麼樣做這種 學習的平台 可是 問題來了 以前我們在做數位化教材的時候 除了一般的OBIS老師做以外 很多時候 為了讓大家都看到 老師在學數位教材 很多時候是在學網絡設計 有嗎 有嗎 應該多少也對不對 但是老師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我又不是做網絡 我幹嘛去網絡設計 我教材 我其他公司也可以做啊 所以呢 在玩弄裡面它有一個很好的 結合它跟水結合 跟Google的專頁 跟網路上的影片 網絡上的文章 你可以直接做連結 非常方便 那我們來看一下 教材裡面 有哪幾種 一般我們最常見的 大概就是 這種 影片 影片的教材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可以是網頁的文章 像這些 我們剛剛看來都是網頁文章 你也可以是OBIS的檔案 請問 老師有沒有申請 就是Google 那個什麼 Google無章頁 有對不對 那我們學校 有Google代管信交嗎 有 沒有 沒有 有 你看 他們有 哪個學校有 有 問全國小有 對不對 你知道差別在哪裡嗎 請問老師知道一般的Google信箱 就是那個空間 信箱包括 短短一點 包括 相簿 會多大空間 租一下 所以 你看 問全國小知道 如果 大家有用 Google的 學校代管信箱 他在這邊 這裡會不一樣 如果你用一般的 詩詞顯示 剩下多少 如果 貸款信箱 是 只用了多少 沒有 差多少 提摩提不一樣 你會看到那個數字 直接漲 你會開始緊張 但是這個你只會看到它慢慢增加 這樣了解嗎 所以其實老師念很多教材 實際上 呃 可能要問一下我們學校那個 不管 那個 老師 看他有沒有證明 因為現在很多 國中校 甚至大專 都有 有的把他當作是 學校的校文印象 因為這樣的 老師在用 就 比較沒有護繫 那 柯市長那個 也是這件事 因為他要開帳號給同學 誰要接資料 好 不管 反正就是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善用一下 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的資料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 我們回到這邊來 來看一下就是 如果說 我們剛剛有看的 你也可以放在雲端連上 那雲端連上 OBIS的文件 不會看得到 OBIS的文件 包括 Word 你需要發文 TBF 是不是都看得到 各位 所以老師幹嘛 一定要學網絡 這樣不是浪費時間嗎 因為你要不做網絡 這塊跟我一樣 做網絡 現在就越來越工作 沒做了 誒 事實上我的政府 我開工作室 我主要是做網絡 另外呢 你看這些TBF Word檔 都可以看 你看我們看TBD 來 點進去 好 這個就是TBD的 有沒有 簡報檔可以直接看 只是它呈現的方法 不見得跟我們 簡報檔頁頁頁換一樣 那這個是TBD的部分 如果你是Word檔 我找一下Word檔 好 這裡有 這裡有一個Word檔 這個是我 兒童班的 你看這個 OBIS的文件 有沒有 你一樣可以這樣看 那 KUTA 100% 保證就是 你的OBIS 想看都會完美的文件 但是應該95% 你甚至到99%以上都OK 除非你的文件是比較複雜的 或是老師很喜歡用那個 叫做文字衣術師 一些比較特殊的那些 美工的 也許層面上 就有一些落差 但是 在這邊來講 基本上都沒有太大問題 一般的都可以看得到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可以齁 我們仔細來做看看 如果老師 你想要試看看 玩弄的話 您可以 不管是用課程 或用群組 這種角色 都是可以的 那 假設你現在想要試看看的話 你可以先 建立一個自己的群組 你用訪客也可以建群組 雖然不是政治的賬號 但是 一樣可以建立 你看 不進到這個群組這邊來 我們剛剛一開始 是不是有跟各位介紹 發現這邊就是忘開的 對不對 那麼 你看到群組課程 這兩個地方 就是你個人建立 或是你個人訂閱 或有參加的 他會出現在這裡 好 他會出現在這邊 那你看 現在看到這個群組 這個是網路的賬號 你現在就是交路的群組 所以你可以在哪裏 在我們右邊 你會找到 有沒有一個叫做建立 在這邊 好 您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先建立你自己的群組或客人 原則上 如果你要再辦幾次必須的話 主要你會比較建立你這種 就是用群組的方式 因為他的互動性比較多 互動性比較多 但是如果老師單純要做教材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上面這個課程 好 就用客人的方式 比如說你要安排教材 或現在國小 也蠻流行的一個方式 叫防備 對不對 你看我都不知道啊 你會 老孩子那小樂孩子啊 哈哈 所以也會 也會學校 就是 做事工 哈哈 所以 您在這邊按一個建立 您可以給他一個 您自己想要的班級的名稱 好 班級的名稱 那 有時候我這樣建立起來 好 那我們就按建立就好了 那你知道 用這種翻轉學習過去 怎麼做 最難嗎 凡是啟蒙 因為一進來看到全部都是空 可是如果你看我的會不一樣 因為我已經用兩盒 所以 這個這種防車 我可以看一下 我的 我的 你會發現 好像比較好玩 我來到這邊 你看 我的 群組 有沒有84個 比較多一點點 比較多一點點 對不對 我的課程 47個 我自己建立的就47個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當我收集了 更多的教材 更多資料之後 我追蹤你們 都是教材 那您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等一下我告訴老師 您要怎麼做是教材 為什麼這樣 因為 除了你們自製的教材以外 很多老師應該會發現 有不少資料 您是從網路上或 YouTube的影片上來的 對不對 那 請問 你平常都怎麼透露的資料 看到這網站不錯 網址數字一下 標題數字一下 內容數字一下 再把它貼到裡面 好 這樣 這樣 有比較快嗎 但是現在大家都是比較喜歡人工的 因為現在人工的 比較 比較貴 對不對 等一下我會介紹比較快的方法 老師可以寬敞 那 您的課程 也不要依限在您所教的 因為我最近上課 因為你吸引到網絡的目光之後 事實上 你要講什麼 它就比較經理 對啊 所以 你有沒有覺得 我剛剛 一開始 考的那個 嘗試題 我為什麼要準備那個 跟我上課沒有人 講話 但是 跟我的戲劇有關係 好 所以 你會發現 我在所謂的課程裡面 我會有一些可能可能可能可以參考的文章 然後呢 你看 我剛剛最好還有介紹這些語音記錄 我跟你講 我平常上課是 最好 老師 就是用那個補菜一趟 補菜一趟這個名字 我覺得蠻熟悉的 你一上課就給同學來煮菜 那不見得吃得下去 所以要不要先開胃一下 先暖胃一下 給一盤小菜 它有興趣的 熱身完了 煮菜我才推出來 等到結束的時候 再補開個 那這樣的話 整個課程進行起來 相對比較順利 因為 國小階段可能 老師的權位會比較多一點 我們在大專院校的話呢 老師是要比較卑微一點 最好 最好 最好就要派你的屁股 這樣 同學在路上看到的 所以說 我們會調整 那你調整之後呢 其實你會發現 跟同學之間的交流會比較多 會比較多一點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 你在課程這邊 我就會像這樣去準備 比較多東西 我有興趣的 你可以把它準備進來 我有怎麼樣 我的上課教材 我會把它準備進來 那 等到我真正要用的時候 你看到我的群組 看起來好像很多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在這邊 上課 好 任務 因為一般上課的話 有18公 國小比較多 大概21週 22週 對不對 那 你看 在這邊的話 就會有一些 你可以看到 我的教材呢 一部分是來自上課的教材 一部分就來自我可能找了一些不錯的東西 分享給他 那當同學覺得說我獲益比較多的時候 他就比較願意來這邊 比較願意來這邊 所以這個是 給老師看一下為什麼要準備這麼多 但是這個呢 您也做得到 所以我才剛 為什麼我要講 什麼時候最難 洗頭最難 因為當你一進去看到什麼都是空白的 心都涼一半了 因為 你要慢慢 把你的資料收集進來 那個要給你同學 可是也不要說一次就完成 熟悟的 累積起來 你的資料就會越來越多 就越來越多 OK 好 那你看我們剛剛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樣進來什麼都是空的 差很多 差很多 好 那不管他 先看一下 你到任務這邊之後 有沒有一個新生任務 好 新生任務 從這邊點一下 在這邊呢 你可以給他一個任務名稱 好 下面這裡 您就可以來準備 增加您的資料 你看 這裡有三種 有三種 你可以建立教材的方法 那當然其實 我是比較 鼓勵老師用 標準的方式 也就是說 您把你比較常用的教材 都變成課程之後 再來這邊來選 再來透過他來選 因為用這樣有個好處 教材統計觀點 也就是說 老師你的教材會不會更低 偶爾也是需要更新 對不對 比如說錯字啊 或者是資訊 我怎麼弄錯了 好 那我局部的內容要更新 可是 你以前上過的班 這個內容是在裡面的 如果你上了三個班 你要更新三次 那去年也上了兩個班 請問老師 你去年 翻幾年 這樣會不會留著 我的都會留著 所以同學他們隨時可以回去看以前的文件 回去看以前的東西 那 這個時候 如果你要更新的時候 你要更新多少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這個教材 有用到的所有班級 或是要更新的教材 本身 本身的分身就一起改變 這樣是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是這樣的概念 那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但是如果 您剛開始用的話 你覺得 不要那麼麻煩 也可以怎麼樣 用這個 等於說 你在班級裡面 各別建立單元 但是這樣的缺點 就在於說 如果你今天要兩個班 三個班 那你可能要建兩步三步 雖然也可以複製 那種是比較麻煩 但是以後更新 你做了多少 需要更新多少 所以速度上就 可見得在維護這樣比較快 也許剛開始 你覺得說 限定都比較快 可是以後再維護 是相對比較方便 那各有留缺 那麼第三種呢 就是說 你直接搜尋什麼 公開的 我們剛進去發現 那邊有什麼 公開的 你也可以把 網路上做一個資料簿 你就直接去搜尋 有沒有人家已經有了 你就直接拿進來 雖然不是你的教材 可是我就直接拿進來用 這樣是OK嗎 所以我們從群組這邊 進來之後 你可以像這樣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開始囉 第一個這邊 建立單元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在OneNote裡面的話 有沒有很多單元類型 教材可以很多種喔 可以很多種喔 可以很多種喔 這些畫材 你看 這裡 你看 有影片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單元類型 這裡 你可以影片的 可以網頁的 網頁就包括來自雲端硬 來自雲端硬的 檔案是屬於消除應用的 這就比較少 還有剛剛大家有沒有 用過練習筆 對不對 甚至你要做問答題也可以 不過小朋友應該比較不太適合問答案 除非 你有教他剛剛那個史必須目 我上次去新移民國小 那個老師說 那我這樣 輸題目給同學的時候 請同學就直接這樣回答 就好 我說老師這樣不行 那參念的時候 旁邊同學就聽到答案了 好 反正 OK 這個都是可以 按考的方式 那 你們看一下 在這裡 在這邊 這裡還有更多 有沒有 這裡還有更多 這裡 有沒有看到還有投票 還有塗押 我們剛剛有沒有玩過塗押 對 那浮壓力也都在這邊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用 那 比如說我先用一個影片比較辣 這種方法是比較笨的方法 我們叫比較笨 就是比較 肉瘦 步驟比較多的 等一下還有更快的 但是老師可以 先了解一下 標準的方法 大概怎麼做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段 YouTube影片 好 那你只要把它的網址 複製起來 看到這個就想不到 最近國家地頻道 不是有 紅水奶淋錢 在YouTube上 它有開放到 那個完整的影片 開放到 11月6號 對 最近國家地頻道 有時候 一直在做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另外一個是 那個 Discovery 不是 那個 公共電視 公共電視跟那個 天下 就11跟12月都在探討 這種 教育的部分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些影片裡面 或者 訪談 會講這一塊的 好 那你看我們把它佈置起來了 我們來這邊 你只要把你的什麼 影片的網址把它貼進來就好 我們來去看看 好 你看我貼進來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他做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順便幫你把影片的名稱 就抓進來了 還是老師 比較喜歡手動的 複製網址一次 標題一次 然後說明再複製一次 這樣有點累對不對 以前你老師收集 複製影片的方法 怎麼樣 想辦法把下載也可以 這是一種方法 這是一種方法 加到的對愛 是一種方法 最近我在那個 教育部浪上面 還有老師問到 他想要 譬如說這個影片 其中一段就好了 你可以啊 對不對 但是他要下載下來 但是他要下載下來 但是他要下載之後 再來剪 我們一般都是下載之後 再來剪 那我不小心 我就找到一個線上服務 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蠻好的 當然有很多工具 只是說有時候 我們沒有特別在 用到的動作 就不會想到 好 那 反正有人有需要 就找到 所以我會寫一些 補錄的文章在街上 好 那 你看這邊 這樣 加進來 有沒有發現 連 他的說明 都幫你抓下來了 有注意到嗎 這樣做快很多 對不對 那麼如果 你這個部分 想要小朋友來看的話 還可以怎麼樣 自己指定什麼 影片播放的起細點 也就是 我希望小朋友 從第幾分 第幾秒開始看 他不用進到這邊 來自己快轉 因為每個人的快轉 速度不一樣 搞不好他來看抽禮吧 對不對 所以你就指定 好嗎 我們一進來 就通通從地 五分鐘開始播 然後呢 結束就到 第七分鐘 我們就只看這一段 小朋友就不會亂看 就不會看到別的地方去的 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好 所以如果這樣好了 你還可以設定一個很重要的喔 這個是比較強調路動的 就是所謂的完成指標 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 老師在做測驗也好 在做月步調 打一個 兩個勾勾 兩個勾勾 表示說你已經完成這個任務了 那因為這是影片 所以呢 他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選擇 系統自動判斷 你要完成百分之多少 才算過關 如果沒有完成 就怎麼樣 表示你還沒看完 齁 你還沒看完 那或者是老是要手動機感 不過這個應該 大會老是比較少 這樣多 但是其實用影片比還有一個好處 你看我把它先處理一下 好 那就進來囉 麻煩新增 你看我們的單元 有沒有發現他連做什麼都忘了 準備好了 對不對 都準備好了 但是你知道嗎 老師出這種影片比還有一個好處耶 像我們一般 我不知道老師會不會 這樣從遠回去做御型 會嗎 會嗎 老師會不會讓朋友去做御型的動作 會 會 那邊 大家會 會 會 哈哈哈哈 可是 那你想看看喔 你怎麼知道小朋友看多少 老師有沒有想過小朋友看多少 看了哪些 不知道對不對 我給你看一下 我們彎肉 可以知道他看幾次 看多久 看了嗎 來 看一下這邊 在這裡 因為我回去有交代同學 要先讓去年的我交代一下 所以呢 我在這個任務裡面 好 你看我們這裡有影片 上面這邊有一些有沒有 我去年的教學影片 好 就是這樣 上份都錄下來了 所以呢 我來看這裡 好 這個很漂亮的數字 來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 一條線 來 這位同學還算認真喔 來看一下 這位同學 所以 其實 滑鼠滑鼓其實也會有看到 就是 他怎麼時候 他的一分數都 有沒有 那個時候又看的 哪一邊又看的 你看他的不同顏色 表示怎麼樣 他有的是不同天看的 他看哪一段 我們都看得已經 所以這個同學我自己知道 他都只看前面的部分 後面沒怎麼看的 所以 所以老師應該知道 出考不要哭哪裡的 好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對老師來講 是蠻重要的 對不對 你看 你像小朋友去看 你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啊 如果他有看的話 比如說 欸 在這裡他有看這一段 那老師已經 要不要知道他在看哪裡 你點一下 有沒有 自動跟他到一分鐘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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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去年的 這是去年的 OK 可以吧 這個部分 所以 這樣有沒有發現 老師 知道的比較多一點 還是 你覺得還是 不要知道比較好 知道一點 不難過 知道才好 可是用一片零 關落的好 就是他可以結合 這些資訊 那我們 我們跟同學之間的互動 相對會比較多 所以 我才跟你講 我只是 國小階段 像是國中 高中 甚至大段 其實這都是一個很好的互動 我們了解那個 不在於怎麼樣 不在於說 要懲罰他 你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 看 可是要知道 那你學會有沒有 所以如果同學表現不錯的話 玩弄他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他說 如果不錯的 我會給他 獎勵 在這裡 有些人也回去沒有看了 有沒有 在問 上課也可以幾點 像 現在我們小朋友他們 老師就玩那個 卡牌的 抽那個 好文卡 堅持卡 那也是不錯的方式 但是 我們在電腦段也可以做到類似的 你可以給他獎勵 也可以怎麼樣 你看 他很不錯 教材有做筆記 有做筆記了 那我就可以再跟他做多一些的互動 我可以看到他的筆記內 這樣 有沒有發現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東西的 所以這個是彎豆的一個好處 我們除了說 很單純的去看到 欸 有沒有玩得多教材 因為有些同學是很老幹的 啊 知道為什麼說老幹嗎 你看他好像 看的很多對不對 通通都打過我看完看完 但是 看十秒就黏住了 因為玩弄的教材上面可以 勾我看完 所以有些東西 就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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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其實根本就沒有看 那我怎麼知道也沒有看中 把過去看就知道啦 你看 這個東西我點進去 好 這個還好 看這裡 你看 學習時間 完全沒有記錄到就完成了 這樣你了解了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現在所謂的這種翻轉絕情 就是在於說我們要知道 師生之間的資訊能夠溝通的 呈現的比較多元的 然後是更知道 今天就算你要做什麼就挑決 是不是也比較知道我要嚇在哪裡 票要嚇在哪裡 不然誰跟那頭要我好嗎 了解 OK 所以我稍微把它轉到這邊 那這樣子我們第一個 加入影片的教材 應該大家就沒問題了 對不對 好